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您来到本期金氏华尔街频道的华尔街读书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的美国中国政治和政策专家Elizabeth economy 中文名字叫做一名所著的一本新书 叫做中国这么看待世界 在这一本书中 他着重探讨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中的角色 并且研究了中国希望未来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义务 在这一本书中一名揭示了中国的一种新战略 首先是恢复中国过去的荣耀 第二就是重算地缘政治格局 而在书中一名判断 习近平的愿景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中心地位 不仅仅是大陆对于香港台湾和南海的主权要求 同时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深化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力 同时利用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领导地位和影响 让国际规范价值观 特别是围绕人权问题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 与中国的利益更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女士本身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 但是他现在是暂时离开了岗位担任美国商务部的高级顾问 因此他的看法对于未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有很多指导 另外一名在书中描述了他与中国关键官员的很多互动 这得于他与中国政府长期打交道 他的书中写了一些十分令人信服的细节 比如他说在北京曾经与两位军事学者谈话 而这两位军事学者在不经意间告诉他 中国最终应该像美国一样在全世界有许多军事基地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很多 十分值得我们关注 在书中一名女士表示 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自由民主国家来塑造的 在原则上致力于普遍人权法治自由市场 相信国家对于公民政治和社会生活 仅仅应该进行有限干预 现在在世界上不管是多边机构还是国际法 都旨在推进这一些价值观和规范 但是一名女士判断 习近平试图改变新的秩序中的制度 法律和技术 通过加强国家控制限制个人自由 同时也限制开放市场 在习近平所想象的新世界中 国家政府可以控制本国境内和国际间的信息 资本流动 而且对于政府国家权力没有独立的制约 一名判断习近平是一个散发着自信的领导者 他坚信世界是为中国而存在的 但是一名女士也警惕 习近平的这一种确定性可能是一种负担 他没有办法认识到北京的海外行动已经激起的阻力 而习近平所畅想的世界秩序是否成功与否 可能取决于习近平自己能否调整并应对世界对于他的反击 如果做不到可能会导致危险的误判 全球秩序可能重塑 但是不是以习近平所想象的方式 在谈及具体有关于中国境内境外的问题时 一名女士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 现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之间 似乎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 比如大流行病管理 中国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抗疫的典范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否持久 却有很多的质疑 再比如中国政府通过限制中国公民获取外部自由信息的能力 并坚持围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进行虚假的正面叙述 一名女士认为短期虽然可以帮助中国政府维护自己的形象 但是可能塑造长期的问题 这样的做法限制了中国政府自己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 一名女士在书中介绍 有很多中国的学者其实对于北京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 认为现在有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但是他们担心政治报复 因此不愿批评中央政府的官方说法 因此中国领导层可能面临着信息 纯递不畅这样的危险 还有另外一重风险 随着整个网络信息世界的发展 中国公民出国受教育程度越来越深 也许中国公民会越来越全面地了解到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北京的说法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说法会出现脱节 这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公民中失去信任和可信度 而迫在眉睫的另外一重危险是 中国现在故意加强本国人民的无知和世界的脱节 中国领导层可能在无意中培养的一种傲慢和潜在的危险的大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像野火一样蔓延 最终难以收手 难以缓和 另外在习近平日内一名女士关注到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通过旨在限制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西方思想 限制互联网的信息流通 减少公民社会的参与 来减少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 而相比之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希望对其经济和社会有更大控制权的领导层来说 这些代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毕竟有很多中国人对于思想世界感兴趣 也希望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后代在寻求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甚至有一些人也赞成中国对于世界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因此在这样的选择下 习近平或是未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可能可能面临很大的机会成本 再提到中国的对外宣传 一名在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官方媒体 在哪些没有提供其他自由媒体选择的国家 往往更受欢迎 而最经常出现的就是新兴经济体 文章特别引用数据举例 新兴经济体的公民对于中国以及其影响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且往往与本国的新闻自由有关 比如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 在非洲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肯尼亚人对于中国在他们国家的影响持积极看法 但是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突尼斯人持同样的态度 习近平本人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不是有所忧虑呢 一名女士在书中回忆道 在二零二一年六月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在会议上呼吁中国官员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 这似乎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已经了解中国面临严重的软实力缺陷 但是一名分析 这也表明习近平至少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来源于行动 而不仅仅是国家官员所制造的叙事 无论这种叙事如何正面 书中还特别分析到了台湾问题 自二零一六年蔡英文总统上台以来 习近平切断了建立已久的两岸对话机制 也大幅减少了允许赴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数量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这一数字是四百二十万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就只有二百七十万了 从短期来讲 台湾的年度旅游收入出现了急剧下降 从四百四十五亿美元下降到二百四十四亿美元 而在国际上 中国孤立台湾似乎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来只有二十二个正式承认台湾的国家 其中已经有七个放弃台北 转而选择与北京建立外交联系 此前中国也成功地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北京在台湾沿海不断举行军事演习 而且威胁性越来越强 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是否可能武力统一台湾的讨论 这样的举动尽管在短期内 似乎对于台湾产生了某一种威慑作用 但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反弹 更多的国家更明确地提出向台湾提供支持 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日本 在二零二一年宣布在确保台湾民主地位方面 与日本有直接的利益相关 有欧洲小国团结起来为台湾的外交进行辩护 比如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等 欢迎台湾外长来访 而在台湾岛内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台湾人赞成独立 这个数字现在已到百分之六十四 很少有台湾人在相信一国两制的框架能够发挥作用 特别是在二零一九年香港事件发生之后 因此对台湾的政策尽管取得了短期的效果 特别是在压缩台湾国际空间方面 但是可能埋下更多隐患的种子 一名女士也特别提到 在巩固中国作为区域经济领导者的地位方面 习近平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凡成功的 中国现在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二零二一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团体 二零二零年底 习近平签下了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 其中包括中国十个东南亚国家 还有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 此外习近平还推动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目前是由日本主导的这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的确完成 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主要参与者 而美国在区域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领导地位继续被排挤 现在与中国形成了极其不平衡的不对称 但是有一项针对东南亚专家和商人的调查发现 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良善的大国 也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相信或者非常相信中国可以做正确的事情 相反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 而中国的目的是把地区转变成为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相信或者非常相信日本会做正确的事 认为日本可以为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治理做出贡献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 有很多痛苦的历史记忆 但是这样的数字比较可以说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 另外书中特别谈及的就是一带一路计划 文章分析一带一路把中国置于国际体系的中心 不管是物质金融文化技术政治影响不断流向世界其他地区 现在通过一带一路计划有新的铁路桥梁光纤甚至5G网络 都不断建设中或者是已经建成 甚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可能成为中国军事基地的港口 一名女士在书中引述数据说 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涉及六十多个国家 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超过两千亿美元 有一些国家正在被一带一路向着正面改变 比如巴基斯坦 中国在当地建了很多能源项目 新道路以及瓜达尔港 还有数字基础规模设施等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提升 但是一带一路也有不良的其他影响 比如高额债务腐败环境污染和退化 甚至恶劣的劳工作法等 因此在哈萨赫斯坦公民就出现了多次示威抗议 认为中国的采矿项目和工厂破坏了当地环境 使用的是中国劳动力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 在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年亚还有赞比亚也有类似的抗议活动 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基斯坦和喀麦隆 都多多少少报告了一带一路在当地的腐败问题 还有阿塞拜疆和蒙古 一带一路虽然没有引起强烈的抗议 但是大家也发现一带一路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 导致许多国家要么是搁置要么直接取消了这些项目 根据一名女士在书中所引述的数字 在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二零年期间 通过一带一路总共建成的五十二个燃煤电厂中 有二十五个被搁置八个已经被取消 从二零一三年以来开展的一千八百一十四个一带一路项目中 有至少二百七十个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治理困难 占到了整个项目总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二 不仅仅是受到了一些逆风 北京自己可能也在重新考虑一带一路的承诺 从二零一六年以来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投资水平出现了稳步下降 本来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实现政治利益 现在看来很多都打水漂了 此前对于一带一路投资前十位接受国的调查显示 投资水平与这一家国家在香港南海新疆等关键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支持 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谈及中国影响国际行为体制 一名女士总结道 这样的能力往往以我们外界认为的要小 中国在利用经济杠杆做得最成功的是说服跨国公司接受中国的政治话语 比如不成立 比如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改变主权国家的偏好方面 成功率则比较低 比如中国此前有多轮对于菲律边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抵制 其实没有能够说服这一些国家改变对于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有关问题的立场 反而是让本国国民对于中国的印象更差了 一名女士总结 目前为止 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实力 作为全球增长和贸易的主要驱动力 为其他国家提供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机会 但是相反习近平的举措也越来越多的引发了有关于中国经济要如何与世界其他地方合作的问题 特别是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展示的矛盾政策 此前的中国制造二零二五加强了政府的控制 让中国经济与外部竞争相隔绝 再比如二零二零年习近平阐述了双循环的经济范势 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给自足 以自己为中心进行创新制造和消费 尽管中国还仍然会通过出口重要的供应链 以及资本和技术进口与国际经济进行接触 但是从大方向来看 这种接触恐怕会受到更多严格的限制 而在国内习近平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司决策权的控制 一名女士分析这些远离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举措 为北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带来了潜在的新问题 尽管中国的市场仍然诱人尽管中国仍然是重要贸易伙伴 但是很多国家对于中国企业独立于政府已经不再有信心 现在选择收紧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的渠道 并且加强了对于中国公司对敏感技术的出口控制 在疫情初期 中国对于个人防护设施的出口也为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性敲响了警钟 各国开始意识到在这样关键的问题上不能够完全依赖中国 各国都多多少少的采取了鼓励公司回到本国 或者转移到更友好更可信的供应链上这样的一种举动 尽管现在中国经济作为全球贸易投资市场领导者的诱惑力仍然很强 但是一名是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政策正在减少 而不是加强经济性媒体 在考虑将资本投向何处时 所期望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因此这也成为了习近平以中国为中心主义愿景的新挑战 一名女士在书中特别警惕 习近平以及中国想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市场 她也希望在全球机构国际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习近平本人在多次演讲中公开呼吁 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她与其他的中国官员普遍认为 目前基于规则的秩序没有充分反映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目前的国际秩序是为了少数自由民主国家的利益而建立的 习近平本人希望这一些机构中的价值观和范式能够反映出中国的诉求和偏好 比如将发展权强调提升到个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之上 再比如制定技术标准 让国家政府有权更大范围内控制信息的流动 一名女士在书中特别提醒 中国在推动制定技术标准 甚至最后的目标是取代美国主导的标准 而在这一点上提醒最明显的就是5G技术 如果中国成功了那么中国政府将不再是专利费的支付者将通过发卖专利赚取专利费 同时也为本国的公司和国家一共更多的筹码 与很多国家一样 北京现在已经确立了以5G为优先的技术范式和发展战略 并且定下了明确的日期二零三五年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在制定标准的机构中越来越开始着重提拔四级本国的官员来担任 最高领导职位 不管是国际电信联盟还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一名女士分析 这与中国政府希望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的愿景是相吻合的 一名女士在书中写道 这将使得中国能够使得中国的国家权利概念合法化 而不是个人不可剥夺和与生俱来的权利 以及经济社会权利 不是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一名女士的这一本书的目标作者是政策制定者 外交分析者以及海外的分析专家和政府官员 这本书对于外界了解中国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而在书中一名女士也自己多年来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打交道的经验 介绍了外界所看不到的中国政府野心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这一本书有什么缺失的话 可能是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中国本国的国内政策缺乏比较详细的介绍 再有就是对于西方世界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崛起 以及中国对于世界秩序塑造的愿望 并没有提出很明确的方案 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说 一名女士的这一本新书帮助我们了解美国政府未来可能对中国的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 希望您喜欢这一本书 我们也会在节目下方的内容简介放上这一本书的链接 如果您感兴趣也欢迎您前去一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读书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zi 李奇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